雅士明天開始暫停播放中午的十二點半新聞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說 通訊事務管理局會密切監察雅士的情況 而至到現在沒有收到雅士提早結束牌照的申請 雅士明天開始暫停播放十二點半新聞 每日只是播六點鐘和夜間兩節新聞 維持服務牌照的最低要求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說 通訊事務管理局會密切監察雅士 有沒有履行牌照條款要求 強調雅士牌照明年四月才戒門 要提早停播 必須要根據既定程序申請 給市民的資訊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能夠在可行的情況下 能夠在牌照條款額外的服務給市民 我相信市民都會受歡迎的 如果一旦雅士希望提早結束這個牌照 要跟有關既定的程序 要與當局商討 暫時來說我們見不到有這方面的申請 我亦希望雅士繼續根據牌照條款提供服務 他又指根據牌照規定 獲發12年免費電視牌照的香港電視娛樂 會在明年的4月1日前提供第一個中文綜合頻道播放節目 中文綜合